自辽宁舰服役以来 其甲板上的殲-15舰载机 就成为了居民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前段时间 殲-15在辽宁号上首次实现夜间起降 更是让这款战机收获了众多粉丝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 殲-15舰载机的研发 还为五国空军做出过巨大贡献 随后演示的众多国产军机都得感谢它 当初五国空军正在为选择辽宁号的舰载机而头疼 因为航母长期在海面上航行 这就要求舰载机的机身 必须拥有与航母一样的强度保障 而且它的重量要足够轻 板材要足够薄 韧性还得高 这时殲-15的设计团队迎难而上 在经过无数次的试验后 终于创造性地加入了3D打印技术 加工钛合金材料 要知道 舰载机的主要活动环境在海空 机体容易受到高盐分 高潮湿环境的侵蚀 而且舰载机在航母上阻拦着舰时 因为几乎不能减速 所以降落时经常是被阻拦所硬生生拉挺的 在此过程中 舰载机机体受到的冲击力有多大可想而知 自从殲-15机身融入钛合金3D打印技术后 它的机身再也没有出现过被阻拦所刮伤的痕迹 抗腐蚀性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机身零件重量比以前降低了30% 而且它的机身强度也达到了 美国尼米兹航母舰载机的标准 看到表现如此优异的殲-15 中国空军当即拍板 立马认定 殲-15就是辽宁号的舰载机 得益于殲-15的钛合金材料 具备强度高 耐湿性好 耐热性高等优良特性 科研人员还充分利用铝金属 独创出550度高温钛合金 并广泛应用到歼-20 歼-16 歼-31 运-20等多型国产军机身上 打造了一群铜墙铁壁般的空天之石